配合一年一度的魏塞杰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强调 我国各种节日和文化 有助于启发人民继续传递爱与和平 避免国家的多元社会遭到破坏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抗力 也为佛教徒献上了祝福 希望魏塞杰为大家带来和平 幸福以及安宁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趁着魏塞杰发帖文 祝贺全国佛教徒 帖文强调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和节日 有助于启发人民 以便继续传递关爱和平与谅解的讯息 避免多元文化社会遭到破坏 安华在帖文中 不忘分享魏塞杰的意义 魏塞杰是纪念释迦摩尼诞生 成道涅槃的重要日子 佛教徒认为 要达到最高层次的幸福或涅槃的境界 就是要对抗并消除 贪 惩 吃 三毒 这是值得效仿的普世哲学 首相希望藉由佛学哲理 劝勉国人能有爱相处 尊重人类尊严 共存原则 及相互尊重 维系和平与和谐的生活 与此同时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与元首后东郭阿兹沙 也透过国家王宫脸书 发布祝贺海报 祈愿魏塞杰为所有佛教徒 带来和平 幸福和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元首席 明镜与元首席